一个批判的角度看世界 给一个宽容的角度看他人 留一个舒服的角度看自己 你好,我是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会员黄国辉博士 想了解更多,你一定要听榴莲台 榴莲当头自有告照你正在收听的是千马行空 我是小七 今天早上有我,加玛 有我,颜颜 好了,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有点意思 我觉得是有点意思 刚才咱们也讲到这个人的这个道德观念 是跟着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这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 道德观念都会有所的改变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社会跟以前的社会是不一样了 以前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制度的 特别是在过去两千年前 封建的农工社会里面是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制度 你就种个地,然后你可能是没有地的话 你就去跟人家租了地 租了地来种,然后你就交了这个地租就可以了 剩下粮食都是你自己的了 现在的整个社会 所以大部分的国家都在面临这个城市化的这个状况 那城市化之后呢 就很多的这个国家就逐渐的建立起它一套的这个法律体制 那除了法律体制之外呢 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各个方面甚至教育体制呢 都有一套的规矩 都是由法法律来约束的 所有的就比如说 你受教育,你就有个教育制度了 对吧 你有这个学前的教育 有这个小学的教育 而且小学教育给你规定是六年 然后又是中学教育给你规定又是六年 要么就是五年 对吧 然后还有大学教育 大学教育还不要紧 大学还给你分 你学了这几年 你就拿一个拿一个什么学士啊 你再多读一些时候 你就拿一个硕士 他就首先就靠这些东西把你给等级化了啊 而且他规定了 你必须是硕士以上的学历呢 你才能够去做这个大学的老师啊 你没有你就不用当 你要是博士以上的呢 你还能可能的得当一个教授 你没有读到博士呢 你就不能教授 你再厉害你也不能做教授 这肯定的 你再厉害再厉害 你也不能当教授 你甚至就不能踏上这个讲 这个大学的讲台 你都不能够踏上 这个就是体制 这个就叫体制 所以呢 就是在未来啊 这一个人决定你的命运 决定你要是 你要当一个这个穷人呢 还是要当一个富人呢 是有的时候呢 已经是由不得你自己来说话了 由不得你自己来决定了 但由不得你自己来决定的同时呢 也不是上帝来决定你 你的这个该穷还是该富 而是由体制来决定 你这个人到底会是穷人呢 还是会是个富人 我想问二位 你想当穷人 还是想当富人 没有人想当穷人吧 这是他的说法 那咱们爷爷呢 顺其自然 该穷的时候穷 该富的时候富 水就是 死者机制 然后他把你摆在哪个位置 你就接受哪个位置 那加码呢 我啊 当然啊 你让我晚上的时候穷 白天的时候就富 为什么 这么极端 我白天见人呢 我就要富一点 对吧 我晚上睡觉 我不见人的时候 你让我穷 你让我一无所有都行 我只要一个被子盖了 别着凉就行了 你还是在别人的眼光底下活着 那我总要接触人呢 你说 那你跟我说 你别在我眼光底下活着 行吗 你别在别人的眼光底下 有人就 你就你就离开 你见到人 你就转身就走 但至少自己可以 不是在别人的眼光底下活着 你随时你都在别人的眼光底下活着 对吧 这就对了吧 是吧 那是这样子 你再告诉我 你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 为什么你早上 可以当个妇人 那晚上你其实又甘愿让自己当一个穷人 其实我刚才说那套话呢 是忽悠你的 就是 没有啊 因为可能有些人也是这样子 因为为什么 现在你知道吗 你说你想当一个富人的时候 他不讨好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说我想当个富人 你看这个人 这个思维道德有问题 就是 就是一天到晚就想 这也还好吧 想有钱就有钱 这有什么问题 这有问题 取之有 取之有益就好了 你看啊 咱们这个社会的分成右派跟左派 对不对 有这个说法吗 大部分是中间的嘛 大部分是中间 那左跟右都很极端呢 左跟右很极端 就是你看 现在我们左的 也也 有的人呢 他就是说 这个说话的时候要很左 做事的时候要很右 这就是刚才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说 我白天要丈夫人 晚上我要愿意当穷人 对他心口不一 心口不一什么 就是说 啊我们 我们的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低收入者啊 为了弱势群体啊 我们去低他们生涯 什么 这个都是嘴上讲的 这个都是心里面的 他这个想的 还活该 你们倒霉吧 昨天不是还有人说了吗 有的人 什么60%的人 要要去去去去 去这个 要要去走路 这个二十二十六个%呢 这是应该的 为什么要 要二十六个人的% 就走出这个 他们太穷 是因为他们懒惰啊 所以这种人呢 很羞耻啊 等等等等的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的 这种理解 对吧 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 对吧 是好的呀 什么 对对 情分是好的 但是穷人是很可耻的 但为什么他说穷人很可耻呢 我觉得犯人更可耻 什么 犯人 犯人更可耻 对啊 犯人 犯罪的人 对 就违反道德的人 违反道德的人 这个穷但是你做的事情 合乎于天经地义 你有那个态度在那里 华人社会里面流行一句话 除非你不是华人 就是笑贫不笑娼 对吧 那是啊 是吧 就是说你穷 这是被人讥笑的 你要是做一个娼妓的话 这都比穷要来得好 这我觉得是部分的 这是部分华人的一个概念 但如果你说所有人都这么想 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做 所以我就 不是 他不是所有不所有的问题 他是说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的问题 对吧 这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他嘴里面 有的时候他要用这样的话来讲 有的时候他要用另外一种话来讲 就什么情况下用什么话来讲 看多了 好多人都心不忌 对 看多了吧 是吧 就确实 说的跟做的 他是不一样的 说的 对了 对 就这样 所以 当人有这个心理的时候 这个机制就开始设立了 怎么设立呢 就是说咱们讲了 这一个人 他的这个贫或者负 有三个因素所决定 这是我的分析 未必对 你可能可以添油加醋 没关系 第一 他是由你的政治权利所决定的 那你有没有政治权利呢 那就肯定决定你 在某个程度上决定你到底是个穷人 还是一个富人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咱们旅游部长 拿斯利算是有权利吧 对吧 咱们的这个甲州的首席 首席长官 这个伊德里斯阿哈恩 算是有权利吧 对吧 咱们雪州的大臣 算是有权利吧 你告诉我哪个有权利的人 是这个穷人 你跟我讲 只有古时候有 啊 马哈曼德的时候有是吧 现在 只有马哈曼德的那个年代才有是吗 只有孔子的那个年代才有是吧 孔子也是这是 也是也是 也是穷得一塌糊涂的 对吧 啊 就是靠靠他的学生给他吃 要不然他就饿死了 是 对 所以所以 所以我说的是什么 这权利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对吧 第二个要素呢 就是你的经济地位 对吗 那 当然你有经济地位 就有没有经济地位 直接决定你是富人还是穷人 经济地位啊 对 直接决定你 你说 告诉我 哥赫年 是富人还是穷人 好 你你你告诉我这个 呃 陈志远 Dancy Vincent Dan 是穷人还是富人 这些都是 啊 Bill Gates 是穷人还是富人 所以这有有经济地位 直接决定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这当然啊 对吧 穷跟富本来就是金钱在关键 对 这这这这个这个没有意义 咱们大家都没有意义 前前两个理由 咱们pass了 最后一个理由 决定你富与贫的 是你的文化素养 你你你你懂不懂 富与贫啊 啊 这是这是能够决定的 但他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就是说你可能很有文化素养 那但是呢 你可能很穷 为什么你很有 像孔子那一个 啊 对对对 像像孔子 孔子也富过 也荣文化富贵过 一个时候 知道吗 但是呢 他因为他过于 在坚持他自己的一些理念 所以呢 就不受到这个呃 当政者的这个什么呃 青睐啊 不受他的宠 所以呢 就变成穷人 啊 这这种东西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对对对 都是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 对吧 但是你会觉得 哎 他既然有那么多知识 人家就问了 就就像像我们这个 所谓的绩效制就问了 哎 你你你你有成绩 那你为什么还是穷人呢 那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你那么聪明 为什么你是穷人呢 昨天我看黄明志的一个短片 啊 这短片里面就就他 这短片里面 他就采访 这个呃 白毛 就是沙拉月的手续部长 真在采访吗 啊 真采访吗 还是假的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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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白毛自己说的话 啊 但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对着黄明志说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确确实实 他是 是从他这里面来的啊 嗯 那他怎么说呢 呃 他说 呃 他说这个 嗯 这样子讲 他说 呃 你看 每一个人 你要穷还是富 主要是看 你的这个脑袋够不够实 你脑袋够实的话呢 你聪明的话呢 你就不可能是穷人 哎 这个他用这个话来说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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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他的观点吗 我我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贫富 他是比较抽象的 嗯 就是因为他抽象 所以每个就是人人都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 你对于这种人他没有钱 但是他很有很有才华 呃 一个很很有能力的艺术家 你你说他穷 也也没有不对的地方 那你要说他富有 他精神层面确实很富有 所以我我个人是没有一个判断 那我们我们线上有这个 呃 AKPK的理财教育导师 呃 中卫辉博士 呃 中博士你好 你好 大家听众 早上好 早上好 好 呃 现在我们就是呃 呃 整个社会啊 再再来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呃 呃 我们看到最近啊 就是呃 很多国家 都有很多的这个啊 中产阶级啊 就走上街头 对吧 啊 你看在土耳其也好 在巴西也好 在印度也好 在这个埃及也好 或者好多地方啊 那这个这个中产阶级开始走上街头呢 我们就对这个这个社会的这种体制啊 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质疑了 那么啊 为什么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 这种平复的啊 这种现象的差距呢 这种差距呢 包括中国有这个情况啊 我们邻国也有这个情况 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这个情况啊 好 那么呃 这个这种平复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面啊 是不是可以比如说他的这个银行体制啊 他的这个金融体制啊 他的教育体制啊 他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贸易体制啊等等的啊 所有的这些体制啊 是不是逐渐的在在金银化 金银化啊 金银化的呃呃之之外呢 可能逐渐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一个状态 那么每一个每一个地球上的人 或者每个国家的人 他逐渐逐渐呢就被划分到这个穷或者是富的这个这个领域里面了 而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是永世不得翻身 你也不容易跌入这个穷人的这个呃圈子里 但是穷人的圈子里面呢 也很难是进入到富人的这个圈子里面 是不是将来形成会形成这样子的贫富机制 可能加码就是想说呃 有钱的也有钱的 啊啊是是是是是 当其实我们这样看了 如果是中产阶级来说呢 应该是为什么叫中产 可能他还是可以很舒适的过生活 但是也不止于呃 是很富有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社会的阶段 嗯 当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多余的 我们叫disposable income 来做消费的时候 可能在生活上品质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啊所以 这个是可能是导致它 呃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 一路来生活上不成问题 突然间一些突发的事件发生了 可以影响我生活的品质 影响我对将来 我所能保障的东西开始产生了怀疑 这样我就要去做一些抵抗 我就要反映这种不满 当这个阶段继续的进行下去的话 这样慢慢的中产阶级就可能会开始消失了 你只能是归类成 到底你是贫穷的一群 还是你是富有的一群 当然这个是不健康的事会发展现象 你只会造成到了一个局面 有钱的人会更加有钱 但是毕竟是占小数的 所以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活动 好像占据华尔街 就是要反映这种不满 所以在个人的立场看来 最主要不论你是贫穷也好 你是有钱也好 反正你是中产阶级也好 最重要的还是到底你有没有钱花 到底有没有适量的去花钱 或者推划你的消费 如果是你在这个方面没有做好呢 就算我给你更多的金钱 我们可以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一些有钱的朋友 为什么我们叫他越有钱越穷呢 因为当你有钱 但是你在管理钱财上 你没有一定的那个观念 我们打个比喻好像一些有钱的 好像我们讲 打拳击手 你很有钱你赚钱很快 但是你不会去消费 你乱乱去买东西 到时候反而这些吃食品会弄到你变得很贫穷 这是我们所说的 你越有钱你越穷 因为你不是用你自己可能手头上的现金 而你去不断的去借败 为了享受的生活 这样就变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但是你看你刚才讲到的是这种情况 我们之前我们内部 我们一些同事也有讨论过这种事情 但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说假如一个人 假如一个人 他是一个千万富翁 咱们不要讲亿万富翁 我们讲个千万富翁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这个语境下面 一个千万富翁 那么我一个一千万的话呢 我可能把它投资分散 投资在几个基金里面 我也不不不去炒股 因为炒股的风险会比较高 虽然那个这个收益 可能有的时候会好 但我放在基金里面 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对吧 所以我的基金 如果我一千万的基金 我我我打 我是一个平均数 百分之十的回馈的话 我一年就有一百万 对吧 所以我我一百万的话 一年按照现在的一种 这个中产阶级的消费的话 我觉得不是个问题 不是问题 我平均每个月花个几万块钱 它不是有问题 对吧 所以所以我我我今天用这个钱 然后我的结了婚 我的子女也是靠这个钱去生存 我觉得我完全都不是问题 对吧 而且而且我的钱一千万 可能过了十年变成了变成了一千五百万 或者是两千万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我我永远他都不会跌入这个穷人的这个这个圈子里面 这世世代代都不会跌入 只要我不乱来 不像那个太义那样 你不要动到你的母亲就没有问题 对 不动到那个原来这个资本 你的母亲你的本钱 本钱就不是问题 对吧 对啊 那我就可以 小孩子还可以享受很好的教育 对吧 对啊 对啊 那你看啊 今天那上个星期啊 我们请来了那个什么 请来了那个私立学院的一个一个院长啊 那私立学校的 他是中小学 对啊 他这中小学呃 非常的这个阔气 他的学费一年是几万块钱 对对 五万五万左右啊 一年 那么五万左右吧 嗯 十万说的太大了 是五万左右吧啊 对 所以所以十二年的教育 从小学到中学十二年教育 他就要花掉多少 花掉这个六七十万 对吧 对啊 这个六七十万 当然不是我们一般 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能够富兰得起的 对啊 所以他 他的孩子 如果这样子的学校 有一千个学生的话 这一千个学生的背景 一千个学生的家长 都是有钱人 啊 肯定 肯定吧 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圈子里面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位 槟城有一位很有名的人 叫刘佐特 啊 这这回在这个大选之前 就是啊 派了很多钱在槟城 是吧 好好好 他是这个槟城商会的一个 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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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会长的儿子 对对 他丢去哪里 丢去英国的那个学校 受教育 对吧 对对 这个这个学校里面 全部都是贵族 对对 他接触的人都是什么 阿拉伯的王子啦 对对对 美国的什么富翁啊 什么之类的 对吧 也故事有听过 所以他这个圈子里面的话呢 他自然就是在这个 精英的这个阶层里面了 对对 对吧 所以你看啊 我的我的我的看法就是 未来整个教育系统里面 那那这部分人 富人跟富人在一起 那一般人呢 就去斯科拉克巴桑安了 对对 可能在这个 公巴的 可能在斯拉秧的 对吧 对对对 这些人就是逃学的 吸毒的啊 什么啊 就全都在那了 所以所以这个东西将来是不是真的 就是富的就世世代代就富下去 穷的就世世代代就穷下去 我看也不是尽难了 因为很多时候啊 就算你是属于 我们想 我们想讲的那个重点是 你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对你的孩子 你可以把它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但是将来的人生成败以否啊 也要看他个人的造化了 如果你是有这样好 像我刚才那位刘公子说 你刚才那个李子 如果他在读书上不成 但是他有很好的交际能力 他跟那个圈子的 Networking做到很好 像未尝试将来就是他成功之道嘛 但是如果你是给你这样的环境 你也是每天去花天酒地 不以学业为重的话呢 将来我不敢说你会不成功 但最起码在环境上帮不到你 因为创造这个环境 是为了帮助你以后更加成功 如果在这个环境之下 你没有好好的去利用 这样也是对你来说是徒劳无功 我做个比喻了 如果你是现在在国际学校里面读书 也有他的个人的压力 我有些朋友 他也把他的孩子 送上去国际学校 有一天他回来 他问他的父亲 他讲爹地啊 是不是我们很穷啊 为什么呢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只是叫窝窝呢 好像其他爹地有阿玛有什么 他可能在思想上 他就污染了一点 就是送去国际学校 最担心的就是 他们会以物质来做比较 毕竟在你的圈子 不可能是穷人 像别人有 你可能一些比较有 以前我们去郊游 这些不会在国际学校发生的 他们会去出国 去哪里玩 像你的那个 pressure就在那边 为什么我不出国 这样可能就造就了 你除了 那个负担 那个高昂的学费之外了 也还有其他 看不到的那些消费 你孩子将会以名牌 将会以品牌 作为比较 所以你如果认真的算下去的话 可能不止一百万 如果只是从中小学 这样去毕业 再加上大学教育 可能这个就是上几百万的负担来的 这个反而是要考虑 当然我们今天是讲 那个盆富那边分别 可能我事实上所讲的 理财教育是从小学起的 你不可能今天讲 我要上一张理财之课 我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亲 你没有作为身教了 就用你自己的 自己作为一个原子 以身作者的话呢 你怎么可能去要求你的孩子 去跟你创反调呢 例如你是很私扯的 你能要求你的孩子 这样要节省吗 这个是个身教了 在这个方面 那我是今天 比较想谈的呢 不是理财这个方面 我今天比较想谈的是体制这个方面 我要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体制呢 就能够能够让让一些 一些有有钱的 有经济地位的 有政治权利的这部分呢 就更加有保障 比如说你看 这讲资本主义国家嘛 对吧 讲资本主义嘛 资本主义强调的就是资本嘛 对不对 那你有资本呢 你就有有有有有这个发展的这个潜能 你能够做很多的这个事情 是吧 对对 昨天还有有朋友跟我跟我就是讨论 很激烈的讨论在网上啊 好 他说这个这个在在美国啊 你说美国那么发达 美国太空署啊 有这么那火箭可以升到月球 可以到火星 但是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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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成分在里面 那有很多的这个专利发明在里面 有很多发明是没有专利的啊 就是很多人的科学家啊 或者是电脑专才啊 他把他们自己的一些发明就直接就给贡献出来了 好 我就说 我就说你不要把美国描绘的那么好 不要把这些这些发明者描绘的那么有理想有情操啊 因为因为这些专利啊 这些专利老实讲也是被资本所控制的 对对 那就是说你看你发明了一个专利 你说啊 我我把它注册了 我这专利啊 我要卖钱的 对吧 谁买你的呀 这第一个问题 这不是资本家买你的 你算是一个一个扫地的扫街的去买你那个专利吗 他不可能吧 对不对 所以资本家呢 我只买 我现在能够运作的那一部分的专利 我不想运作的呢 我就不买 所以每一个专利的发明人呢 他就会想到 他说哎呀 我这专利倒是我是收 我现在25岁 我是收到55岁呢 还是干脆就把它放出去算了 放出去 至少我的技术上到月球上去 我还有点成熟感 对不对 我不放出去的话呢 我到55岁 我还是收的一个专利 什么都不是 对不对 对对 所以在资本家呢 他就觉得 这个专利我可以用了 我就拿20万给你 我就给你买下来 他有的是钱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我我就看到 这跟体制有什么关系 就有关系了 然后我举个例子 今天这个专利体制是谁发明的 这不是秦始皇发明的吧 对吧 这也不是孙中山发明的吧 对不对 这是老外发明的 这专利 但这专利今天 今天谁赚钱 我问你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Windows 这个Windows 这个什么Macsoft 这些谁赚钱 这都是 这美国老赚钱 对吧 他创造的知识产权 什么这些东西 而且不仅是创造了 还教育你 教育你 必须要知道 这是你的义务 要尊重那个知识产权 对吧 这样比较会 他的原因应该是鼓励别人创作 鼓励人家创作 但是这个创作要是没人用的话呢 就收着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 我们以 因为这样你所谈的个体是蛮广的 我们就把它锁定在一些成功的人士了 是是是 成功的人士 他们建造这个体制 这是为了他的生意 可以延续这样去生存 然后可能他是希望永远延续这样去 做这样的生意模式 所以他们我们给他 把它称为成一个很有远见的一群人 他知道他今天应该做什么 明天就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后几代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的规划是不是规划在现在 他是规划以后好几十年的将来 他的生意是以一个体制去管理了 不是以人制了 所以当你要用体制去管理 这样你就会有很好的资讯 OK 资讯呢 跟这个体制呢 有时候我们不能避免的谈 是用金钱 是用金钱去把它造起来的 因为你一定要有很好的体制 你需要人才 OK 这种种种的原因之下 你今天你才能把这个体制建好 把你的生意可以延续好几代 因为花轮 所以我是这样讲的 我们时常一句话 富不过三代 OK 这个就是你原本的一个很好的环境 对 我对不起 博士 我插一下 你讲的这个真正是我想说的 这个过去有个说法是富不过三代 对不对 这个过去富不过三代是因为什么呢 我很大的这个一个一个理由啊 我不是强调他说这个第二代第三代 就好吃懒做了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我不强调这 因为有些家庭里面 三个孩子里面可能有一个是长进的 对吧 但但现在呢 是过去是因为他没有这种机制 比如说他银行没有这种机制 就是你存进去 他就能让你基金啊股票啊 这样子让你一直是可以这么赚钱的 但今天有这个机制 这个说我不担心你 你三个孩子里面两个是爱玩的 你只有这么多钱 你玩你也不会把我整个家产的玩玩 对吧 他这个机制呢能够保护得了 对 他现在有很多规划 对 那么这个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体制呢 就是说可能他会把那个管理权跟拥有权 刚才你所说的 分开分开它 是 哦 对 你可以拥有了资产 但是你不能去管理 我还举另外一个一个问题来讲啊 这个货币是人类发明的 对不对 对对 你想象一下 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货币的话 富人是怎么样子 穷人是怎么样子 就回去以前的年代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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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万头牛 我是富人 我有一万头牛 那我这一万头牛怎么办 就better trading了 就都可以 偶尔交换了 对 对 那我 这些富人我觉得现在 现在就是我们给他建立的这个机制 就便宜了这个富人 让他用钱的形式去把他这财富给储存起来 还是有个问题啊 谁去决定说头牛反意头青啊 对对对 所以这些机制还有 另外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小偷斩首 这么一个东西 你说过去 如果咱们没有私有制的话 谁会是小偷呢 对啊 全部是公家的 没有私有制的话 谁会是小偷呢 有些机制是好的 促进社会的更完善的发展 有些机制是维护富人的利益 其实好多机制都是维护富人的利益 我举个例子 我们建立法律 我们今天讲的在头头是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什么什么每天遵纪守法等等 其实这些法律 最保护的 最受保护的其实是有钱人 最受到保护的 因为你看 你违法了 你说今天你抓小偷 你说哪一个单子的儿子是小偷啊 对吧 他他不可能是小偷 他不用偷 他直接拿就完了 他的ATM那去拿就完了 对不对 他根本就不需要去偷 所以所以你看回 他的整个演变的过程里面啊 过去呢 仍然过去这这这几百年上千年呢 虽然在发展中仍然不十分的完善 但现在呢 逐渐来到一个相当相当完善的一个 一个地步了 嗯 对对 而且这 能不能的发展嘛 啊 对对对 当这种完善的一步形成之后啊 嗯 我们我们作为人类来讲 我们可能会把自己会放进某一个 Katikari 富人的 或者是穷人的 对 你的社会阶级 来你说说 对对 社会阶级 啊 对 那 但如果你是穷人的话呢 你有点点困难 为什么 我不是说你穷人就不聪明 你可能会很聪明 嗯 但你很聪明的话呢 你你也没有办法去上 他们这个私立的国际学校 你没有这种可能性 啊 对 对吧 啊 那你就没有可能性去接触这些人 你你受的教育呢 可能是华人教育 对对 对吧 你你没有受到多少英文教育 你的能耐呢 最多能发挥的极限呢 就到巴萨马拉姆去发挥你的极限 啊 可能了吧 到到以后的将来 我们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看 嗯 以教育的体系去看 哦 可能他就会讲 在不同的领域就会培用不同的人才 嗯 就因为迎合这种社会的需求 嗯 啊 这个是肯定的了 因为这帅才有这样多的大学的灵力 嗯 培养不同科系的 不同派 不同科系的人才 嗯 啊 这个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去发展 是迎合的嘛 嗯 但是讲回头说 呃 法律是不是人能面 人能面前平等呢 嗯 嗯 这样这个就是 就看那个社会的进步度了 嗯 哦 它进展到怎样 嗯 嗯 毕竟法 法律是人定出来的嘛 嗯 哦 所以有很多个案可以回归 然后以后可以求进步什么之类的了 嗯 所以这个还是很多发展的空间了 不可能就停在那边 这个法律就是最好的 嗯 没有这样的可能了 嗯 其实刚才 加马也说法律 有专门抓小偷的法律 嗯 其实也有 也有些法律是治理贪污的呀 嗯 嗯 那不也是就是惩治富人的吗 那治理贪污是惩治富人吗 你觉得啊 这个 呃 博士 贪污是惩治富人呢 就是 你是说 呃 那个法律它沉溺起来 嗯 就为了一些呃 不要讲 不要讲克定的族群啊 谁不守法 谁是用不正当的手 呃 呃 他的手段去挣到钱 嗯 这个就是可能你为了呃 得到这笔利益 你 而你去贵辱 你去corrupt一个person 所以你就是犯法了 是吗 这样的意思是吗 嗯 应该是吧 我想 你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呃 贪污当然 有这样的法律去 呃 制止这个贪污 而它的意义是可能在 你在妨害 呃 妨碍着大众的利益 嗯 哦 所以你大众的利益 还是伪伤的 嗯 OK 所以才扣证这个贪污罪嘛 对吗 嗯 如果你的这种举动 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 嗯 啊 这样也可能也不了了之吧 嗯 但是如果你这个是 很严重伤害 整个社会的体制 嗯 而你造成公众的损失 嗯 这样当然在法律上 你就是犯罪了 嗯 哦 这个这个法律的条条文 就是这样成立出来的嘛 嗯 因为你影响到大众的利益啊 嗯 所以其实这个 他没有说很直接 对富人或者是穷人 有意义 全部人吧 不可能是说什么 只是可能 你如果是有钱人 这样多一个烦恼 他要去管理好他的税务 跟他的金钱 所以其实 太有钱的人了哦 那其实对有钱人来说啊 我们呃 国家的这个抽税的制度 其实是收入越高所抽的那个税务 就会相对的越高嘛 嗯 那其实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人所得税 当然是这样跑了 他是跑skill的 你收入越高 他可以去到maximum 26% 嗯 生意上呢 他就有不同的category 看你是怎样去做好你的税务管理 嗯 所以你意思是说 就算是富人 他的个人收入越大 但是还是有一些 呃 漏洞的机制 可以让他 说是漏洞啊 不过有不同的体制 你去做你的生意咯 如果我们简单的做一个简单的 呃 我不是税务专家 不过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啦 嗯 如果你今天是中小型企业 哦 你的 你的 呃 在数目上的便利 就是说 你的 第一个500千 你所赚的50万 嗯 哦 你就 可能只是需要付还那25% 然后第二个500千 你就可以付还那20% 你就越赚 越多但是你付的税业来越低 嗯 哦 这样你就可能 拿这样的advantage 啊 在现在这样的税务体制下 嗯 哦 就可能你就可以运用 呃 打利上 税务上的便利了 你可以做好你的生意规划 啊 到最后 政府 我相信政府的原因了 也是鼓励大家 啊 尽量去做生意投资 OK 把整个经济活动搞 搞红了 像大家都有比较好的生活条件 哦 比较好的生活条件 又创造了刚才我们刚才开 今天的话题 有钱人跟 很富的差距 嗯 因为有些太会用这些机制了 他就变了越来越有钱 但是你越有钱 但是你会 好好的去运用 哦 不做一些傻事 像其他 看在其他人的眼里也没有什么了 不过如果你是 很有钱 你开始用这些东西 你所赚回来的 嗯 在破坏这些体制或者法制的话 嗯 像看在 呃 一些比较不幸运的一群 哦 也引起他们的不满 嗯 那其实这些方 这些 这些 机制啊 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 可以让这些 赚的比较多的 富有的人 可以得到一些 比较公平的成绩啊 至少 其他人看起来说 哎 大家好像 呃 不会这么的不平衡 整个社会的机制 不会说有钱 就越来越有钱 这样子 就因为他们会玩弄这些机制 其实如果你是 呃 用你的劳力 你的精力 你的呃 活 你的呃 呃 劳力 精力去 经营一个生意 有钱是 呃 应该的嘛 哦 因为你付出了 哦 你拿风险 OK 今天你创造了一个 对你很好的环境 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盈利 嗯 哦 在生意上 你是你是 就只要在不方法的情况之下了 嗯 哦 这是必然的结局嘛 嗯 OK 但也不可能说 他他是错的 他不应该这样 他不应该有钱 嗯 也不是说他不应该有钱 就是呃 专门去对付那些呃 很熟悉这样的一个机制 然后他又采用这个机制来去让自己不需要付出呃更大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呃就可以不用缴这么多的那个税务 对 在一般 在一般的呃 市井小米 这个比较呃 没有这样有钱的人 他可能只是看到 你不用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是来一笔钱就来 你就赚很多钱 嗯 啊 可能他们的那个误解 误解那个区就在这边 其实在背后哦 是迁徙到很多的管理 嗯 哦 你虽然看不到他只是 他看到他只是丢一笔钱下来 这个资金一个capital market 但是他背后呢 有个体制 嗯 OK 正在把他这一套金钱呢 好好的去运用 在运转 嗯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呃 现金流管理啊 哦 他做很做到他的呃 operation profit很高啊 嗯 在税务上啊 他也有contribute to the 社会啊 啊 但是他会运用这些 嗯 这些是呃 经营的模式 所以很多 如果你没有在那模式里面你去运作 你是不知道他是呃 我不敢说是很复杂 不过 他真的是有他的一套运作的模式 是需要你的精神 需要你的劳力去管理的 嗯 哦 这个可能就要啊 啊 这样讲了 看开一点啊 他们有付出的 看开一点 除非你是说他们是经过呃 非法的啊 好像呃 某某我们的邻居国家了哈 嗯 啊 最近不是爆出了啊 对员工很很很 很差了哈 就是讲就算最最低的待遇啊 连那个最安全的也没有把它倒塌了 都压死了很多人啊 啊 这个再看上去就是好像不平等啊 也没有给一个很好安全的工作环境给供人 嗯 这样做可能就不对了 所以他们就起来反对了 嗯 这个援助金呢 他不需要你做事了 对吧 嗯 只需要你穷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这个其实是啊 我们想的难没之急了哈 嗯嗯嗯 啊 有时候你不要看小那几百块一千块 嗯 当你真的没有的时候啊 他就是你的救命钱 嗯 那我我我我所说的是这个机制 就是说呃 这个钱是哪里来 是纳税人的钱吗 肯定是 对吧 纳税人的钱 那纳税人的钱要给去另外一部分人啊 那一部分人是不用工作的 他至少帮我扫了个地 我给他五百块钱啊 对不对 他地也不用扫 对吧 他就可以拿到了 嗯 嗯 再说这这这这这种机制 为什么我们人类要设计这种机制呢 嗯 或者这样讲了哈 你当你去跑一个每一个阵子的时候了哈 总有会有一些呃 不完善的地方了 嗯 因为你你这个机制 这样下去的话 你不是牵扯到 只是要区区几个人或几十人 嗯 我们讲就是几万人 几十万人 嗯 嗯 哦 当然当中不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条件 嗯 环境也是一模一样的 嗯 嗯 但是真的是 如果是以绝大部分 多数人都在这个呃 都要再呃 呃 呃 可能这些人要除外 嗯 因为他们毕竟是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他是 fall into this category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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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要看呃 我们的绝词人的智慧了 哈哈哈哈 嗯 OK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呃 世界上所有的机制 都是都是去向于富人的呢 其实呃 我听不是很清楚 他他意思是说 这些呃 机制是比较偏偏向富人 啊 嗯 你要你要看他的那个机制 哦 他每一个政治 因为你是说那个整个机制 当然他是说希望政府啦 你如果是做政府的 当然是希望呃 整个呃 税收或整个环境呢 嗯 可以达到那个受制的平衡 嗯嗯 当然达到这样 他是需要呃 呃 国人啊 不停的去努力 嗯 啊 然后从你的努力中 交一些税务给回政府 嗯 嗯 啊 当然他看到成果 他当然希望啊 越做越好 哦 看到税务越做越好 可能在这个机制上 他就会偏向怎样 把它啊 弄到更好 嗯 像我们可能在一般的事情想 哎 这样做 我是没有看到什么 但是富有的一群 可能他们就可以拿到更多 嗯 啊 嗯 实际上 呃 如果是钱用回在人民的身上 嗯 呃 也是没有什么好 因为你毕竟上面抽出来 再给回人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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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实际上政府的工作就是 呃 把这个钱从一部分人口袋里拿出来 就给到另外一部分人 对对 他他他主要的一个一个工作就是 你要政府的工作就要创造这个环境啊 嗯 别人要进来 嗯 要觉得哎 做这边做生意是好的 我们可以得到回酬啊 这样我可以回归一些 嗯 啊 创造更多的工作 呃 工作机会 嗯 提升这边的经济环境 是的 嗯 好的 那这个中国是谢谢你 感谢你的这个反弹 不客气 好 好 谢谢我们再见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嗯 好了 这个 小 小新 你们 你们 咱们说到这儿 聊到这个地方 对咱们今天的这个课题 有些什么样子的收获吗 嗯 当有钱人还是比较好的 哈哈 哈哈 我在质疑机制的问题 嗯 在质疑这个机制的问题 我还是在怀疑啊 嗯 所有的机制都是像个富人的 啊 也许是富人定的 啊 有钱人定的 啊 但是他不完全都是像个有钱人 啊 OK 他 他也有一些制定这些规则的人 他是具有普世心理的 嗯 他是具有普世大众的心理的 嗯 我一直是这样的 是 呃 我我我我在 我在我在想着哈 咱们呃呃呃 现在啊 马来西亚比较时髦的几个词啊 一个叫做民主啊 这是咱们比较时髦的啊 这这最近这些年 第二个比较时髦的词叫做人权啊 这也是比较时髦的一个词 呃 但这个人权 嗯 老实讲 你你你理解这人权的意思是什么吗 到底人权是说的是一个 一个人的什么权利算是人权啊 基本的一些尊重权啊 基本的一些尊重权小新说的 比如什么算是基本的尊重权 嗯 比如说就是嗯 我觉得这些人权像是呃 在马来西亚的那种呃 个人的那些 个人隐私 个人隐私的部分也算是一种 好 然后特别是要保护心灵层面的 心灵层面的 对 不是经济层面的 经济层面的啊 经济层面不能够用这个 不能够用人权 只是人权只是是是心灵层面的 心灵层面跟生命层面的 中国政府解释人权 他是这样解释的 呃 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是温饱 叫做吃饱肚子 呃 然后呢 就是能够穿暖衣服啊 这就是人权了 这是 中国提倡自由机会啊 中国提倡自由机会 你别说一说 我牙子都笑掉了 但是他确实官方确实这么提倡的 他就是口是心非 但是事实上做不做就不知道 对对 但是口是心非 咱们我替你解释了 呃 但问题在问题在什么呢 这这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很多政府 特别是第三世界政府的 一些想法 就是说 吃了饱穿的呢 你就行了 你就有人权了啊 这说有 有些人认为人权不只是这样 人权就是包括了我的 这个教育的权利 对吧 医疗的权利 享受医疗 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的权利 对吧 享受旅游的权利 享受度假的权利 享受产生产90天的这个权利啊 享受看3D电影的权利 享受看这个免三色电影的这个权利啊 享受这个一周吃一个大餐的权利啊 这些你有这个权利啊 但你要有那个条件啊 对对 就是这个条件是政府必须要给的 必须要给我们这个权利的 不是有 所以他才会给一些基本的嘛 对对 那可能你说看3D电影 不过就不是当季的 是过期的 那你说三餐三餐温饱 那可能就会就是像牛奶啊 面包啊 对牛奶面包有些人还吃不上嘛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 对对对 我讲的这我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也不是完全是天马行空的 你知道咱们我们我们国家啊 福利部啊 给给这个援助金 就是说你你是这个残疾人呢 或者你是弱势群体啊 中国不是有个叫低保的吗 对不对 马来西亚这个福利金跟低保的意思 概念差不多 大概是300块钱一个月吧 就是给你啊 那你可以去福利部去领 你告诉他我怎么困难 我我没有工作能力 或者说我我怎么怎么样都可以 你知道你的理由他接受 他就给你 这300块钱怎么来的呢 这是他他根据什么 说是给你300块钱 而不是给你3000块钱呢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这我我跟你说吧 他是根据你一个月 每一天所要摄取的卡路里来算的 那你要买多少钱的卡路里 买多少钱的蛋白质 就说你你能饿不死 而且营养足够 那这300块钱就够了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援助金就是给你的 他他只管你吃 不管你穿 为什么 因为你不穿衣服在马下 你也动不死 这有点有点说笑话 但事实是这样 事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人家 这个机制谁定的呢 这个机制是政府定的 那政府是出于什么什么角度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角度 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这个是为穷人定的这个机制 这肯定是为穷人定的机制 这不是为富人定的机制 对吗 所以所以当定机制的时候呢 他有这个为了穷人的层面 和富人 我举个例子说 他为什么把税收定在25% 而不定在52%呢 那我举个例子 你把税收定在25% 我一年赚2000万 我给你25% 我日子照样过得非常红滑 非常好 不是问题 对吗 他在做这个税收的决策之前 他肯定会考虑到各方的 你知道他考虑的什么吗 他会各方面都 他会考虑他自己的利益 他自己政府本身的利益 政府本身的利益 他会考虑 对于他施加压力的一些人的利益 就是说该交税的那个人的利益 他也会考虑到一些单方面 也许政府想通过这个 有利于某一方 有利于某一个团 所以我们去探讨过 探讨过政府 他考虑的时候的这些因素 我们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些探讨呢 咱们没有 所以在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探讨 这个政府在制定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背后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所以这个平复机制 它背后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好了 今天咱们时间到了 谢谢各位 咱们讲的有点深了 咱们好像是在大学里面上一堂课 消化 消化 慢慢的消化 特别是这个 我看这个薄萍销 他一直想听这个理财专家的分析 咱们都算不上专家 咱们是胡扯八道 好了 柴米油盐江苏茶送你这首 王力宏的歌 咱们明天这个时候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